鲜罗猫性格看着似乎生性冷淡 但饲养过宠物鲜罗猫的人才知道 鲜罗猫性格并非表面呈现的状态 如果你想要养鲜罗猫 那么你可以来看看下面关于鲜罗猫性格的介绍 以免饲养后发现与想象的宠物鲜罗猫不一样 1.宠物鲜罗猫的介绍 1.宠物鲜罗猫起源 鲜罗猫起源于泰国 但对其野生前提从何而来还不得而知 古代印刷屏显示的泰国猫具有丛林野猫的条状外观 故推测其最初起源于丛林 1871年泰国国王送给英国驻曼谷总领事欧文两只鲜罗猫 欧文先生将其带回伦敦 同年鲜罗猫便出现于水晶宫中 1890年泰王又将数只鲜罗猫送给美国友人 据当时记载 那时在美国饲养的鲜罗猫身体结实 头烧圆 没有现代鲜罗猫的优美体型 但不乏东方猫特有的魅力 本世纪20年代 鲜罗猫在世界各地相当流行 为满足爱好者对该猫不断增长的需求 饲养者通过禁胶繁殖了大量小猫 但过度的禁胶使鲜罗猫变得极其虚弱 一度逼于绝种 后来为改善鲜罗猫的体质和体型 育种者做了大量的品种选育工作 从而造就了今天鲜罗猫令人叫绝的优美体型 成为短毛家族中的贵族品种 二 宠物鲜罗猫的背毛 所有鲜罗猫都具有短细致的背毛 厚实而光滑 毛色 鲜罗猫毛色的显著特征 是在白色的背景下 配以颜色较深的面部 耳 四肢和尾巴 欧美称 这些深色区微色点 color point 脸部色点与眼相连 覆盖包括胡甸的整个面部 但不延续到头顶 据北美的有关刊物介绍 鲜罗猫有四种基本毛色 一 海豹样色点 这是泰国猫早期品系的毛色 目前仍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 成年猫背部为米色或浅黄褐色 腹部为白色 面 耳 四肢和尾巴 则称海豹样的褐色 所有深色区与浅色的背景 有较分明的界限 二 清灰色点 基本特征与海豹样色点相似 只是深色区发挥 从而显得与冰白色的背景相当和谐 三 巧克力色点 在象牙白的背景下 呈现奶油巧克力色点 色调温暖 四 冰箱花样色点 在冰白色的背景下 呈现灰粉红色点 鼻头为担子红色 三 宠物鲜罗猫的体型特征 外形 鲜罗猫身体修长 体型适中 紧凑 皮下无脂肪腹着 后肢细长 稍长于前肢 足小 呈卵圆形 不太优美高傲 头 然而末端 与嘴端呈三角形分布 前额较宽 呈锥形 向下额延伸 鼻子长而直 由前额延续而来 头部轮廓清晰 颈部细长 眼 性和眼 由外向内倾斜 多数邪视 关于仙罗猫 邪视有一个传说 从前 泰国猫被委派照看庙里的珍贵画品 为了完成使命 鲜罗猫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花瓶 久而久之 变成了邪视 鲜罗猫眼的颜色 一般为深蓝色 炯炯有神 尾巴 一般说来 亚洲纯种猫的尾巴较短 但鲜罗猫的尾巴长而细 从尾根到尾间成锥形延伸 尾巴上有较多卷毛 有一个传说 解释鲜罗猫尾巴卷毛的由来 从前 有一个泰国公主偶尔把两个珍贵戒指 放在猫身上 随着猫的走动 戒指滑到了尾部 为避免戒指滑脱落地 卷毛由此而生 性情 鲜罗猫多愁善感 极度 攻击性强 甚至有点不可预测 它的喜怒哀乐 可在几天内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这些成为 区别于其他品种猫的基本特征 尽管如此 该猫的主要性情 仍受到养猫者的极大喜爱 精力充沛 热情向上 足智多谋 灵活可爱 鲜罗猫叫声独特 似在不停地说话 而且声音很大 像小孩的啼哭声 你会发现 该猫一旦说起话来 想要不搭理 它是贱不容易的事 鲜罗猫喜欢待在高的地方 也喜欢温暖 常卧在窗台上晒太阳 理想主人 一般说来 鲜罗猫感情专一 多数情况倾向于家庭中的一个成员 而对其他人表现为漠不关心 当主人不在时 可呈现出一种痛不欲生的神态 由于其性情敏感 最好与性格慈善的主人为伴 如果主人不做耐心的工作 成年鲜罗猫不易与其他小猫相处 二 鲜罗猫性格 一 鲜罗猫性格介绍 鲜罗猫性格刚烈好动 机智灵活 好奇心特强 善解灵异 鲜罗猫喜欢与人为伴 可用皮带拴着散步 它需要主人的不断爱抚和关心 对主人忠心耿耿 感情深厚 如果强制与主人分开 则可能会抑郁而死 鲜罗猫十分聪明 能很快学会 翻筋斗 叼回抛物等技巧 鲜罗猫的叫声独特 似乎在于人们不停地说话 或像小孩的啼哭声 而且声音很大 综合以上的特性 鲜罗猫被人们惯以 像狗一样的猫的美称 二 鲜罗猫的性格特征 一胆小 好奇心重 鲜罗猫胆子很小 即便在休憩状态 也处于高度警觉状态 但在遇到奇怪的东西 或不明物体时 鲜罗猫又会好奇地 用爪子去试探 二 开睡觉 鲜罗猫的一生中 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在睡觉 每次睡眠时间不长 通常不超过一小时 但次数多 鲜罗猫的睡眠 跟气候 饥饿程度 发情期 及年龄有关 气候暖和 睡眠时间就长 饥饿或者发情时 睡眠时间少 三 生性孤独 极度心强 鲜罗猫在一定程度上 保留着野猫 独来独往的生活习性 在家中 饲养一段时间后 会逐渐形成一个 属于自己领地范围的观念 不允许其他猫进入 否则会发起攻击 鲜罗猫会妒忌同类 或其他与它争宠的生物或物品 这是因为鲜罗猫 十分在乎主人对它的态度 四 感情丰富 鲜罗猫很容易同主人建立感情 它们的喜怒哀乐 以声音和身体语言来表达 五 怕冷又怕热 由于鲜罗猫身上汗线较少 只有肉垫上有少量汗线 因此很难将身体内的热量排出 六 记忆力强 爱记仇 鲜罗猫善于学习 且有很强的记忆力 可通过训练教会 它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各种技能 但鲜罗猫的性格较为倔强 有很强的独立性 自尊心 训练起来难度较高 对于那些爱大声嚷嚷 制造噪音的人 伤害过它们的人 鲜罗猫会清楚地记得 要想让它再度敞开心扉 是件非常困难的事 七 天生爱干净 鲜罗猫是最讲究卫生的动物 它们每天都会用爪子和舌头 清洁身体 洗脸 及梳理毛发 在固定的地方大小便 且将其掩埋好 夏季或运动后 体温升高 为保持体温恒定 需将多余热量排出体外 鲜罗猫用舌头 将唾液将被毛打湿 借助唾液中水分蒸发 来带走热量 起降温防鼠作用 舔背毛 刺激皮肤毛囊中 皮脂腺的分泌 使毛发更加润滑而负光泽 脱毛季节 舔背毛可错进毛发生长 八 最爱吃肉 鲜罗猫属猫科动物中的肉食木 喜欢老鼠 鱼等是家猫 保持祖先遗传习性的一个方面 虽然鲜罗猫正逐渐向杂食方向过渡 但肉仍是它们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九夜生活 鲜罗猫仍保持野猫咒服夜出的习性 烈食 求偶等活动都在夜间进行 白天大多时间都在休息或者睡觉 三 鲜罗猫日常的注意事项 是一环境 鲜罗猫喜欢在寓所内生活 但由于渴望自由 常应受约束而张牙舞爪 任性不羁 比如 从一件家具跳到另一件家具上 为满足其好动的需求 最好在花园内围栏 做其活动空间 或任其在房间游玩 发情期应仔细照看 以防出走 膳食 营养过甚有损于鲜罗猫的优美体型 过时肉类食物 会使被毛颜色提前变暗 这是多数养猫者不喜欢的 因此应该以平衡食物 最好喂鱼 熟饭和蔬菜的混合物 生长期应补充维生素 以防沟楼病的发生 日常管理 进行日常梳理 用中等硬度的刷子 刷去脱落的被毛和皮屑 换毛季节更应如此 繁殖性能 此猫叫其他品种猫的性成熟早 五月龄即可受孕 且产仔数较多 刚出生的小猫毛色 近乎全白 随着日龄的增加 逐渐发育出 鲜罗猫特有的色点毛色 虽然鲜罗猫 比其他品种猫 对疾病一感 但只要多加调理 尚能活到15至20岁 训练 鲜罗猫是为数不多的 可以像狗那样 套以忌代的品种之一 因此 日常散步和远足时 可带其出游 品种忌毙 健康状况欠佳 鼻腔易堵塞 下颌畸形 四肢弱 眼睛不蓝 或过于邪适 其他忌毙 还有副部长有斑点 头部颜色过深 两颊宽 鼻短 体型过粗壮 或过瘦 尾短有钩 白足等 变种 鲜罗猫是世界著名的 短毛品种 在其他品种 包括一些长毛品种 的形成过程中 多数都引入过 该猫的血统 因此其变种较多 小毛品种 小毛品种